我需要你在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在 恋爱中的人总是想要在一起 即使发朋友圈也要两个人一起 有些人谈一段感情就像不谈 两个人在两地分居后 工作生活也不怎么联系 最终两个人分手了 距离是否真的能产生美 异地恋者可能是最能发生的群体 对他们来说,异地恋很难维持太久 即使婚姻结束也很容易分手 一个朋友结婚后和妻子一直分居 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 起初这只是几个月的调动 妻子理解并慷慨地支持她的事业 她爱她的妻子 变化联系紧密,关心家里所有的事情 几个月后,她应该调回去 本应该和妻子团圆 没想到公司看她工作能力出众 所以让她继续在那里待一段时间 她想拒绝,但因为薪水高,同意了 她不敢对妻子说 又不得不给妻子打电话 她不愿意让妻子不开心地接她电话 然后告诉公司的决定 妻子沉默了很久 没有任何反应 一年之后,她终于调回了家 妻子说 从来没有相信距离能打败爱情 现在相信了,所以离婚吧 她不相信妻子会怪她回来得太晚 妻子哭着说 你知道我在四楼背着一袋米的时候 有多想念你吗 你知道我胃疼的时候 有多想念你吗 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没有你的生活 但你回来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 所以放手 距离是爱情的第一个杀手 因为身体很遥远 心就很遥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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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